国语有生善书 重生唐善书 元陵元游记 主祝先佛为祭功活佛 本堂主席文恒圣地登台 圣事一旨将临 命本堂福神及城皇十里外 请姚池先同五里外接驾 朱子肃静 神人排班后驾 姚池六仙姑将 继约 原儿本来母化生 灵台不媚修真善 原理访游密真假 游记省事度迷先 圣事今夜无奉无极老母之命 特待一纸将堂宣读 神人俯服 亲奉无极老母诏曰 母居西池 无时不以原儿为念 观原儿坠入红尘 沉迷在声色名利之中 无法自拔 母心实感悲痛 虽有少数原儿得闻正法 却执着假象 不求修真 稍欲磨练或挫折变生退心 更有者毁谤他人 造孽不息 以致无法得反摇天 母心实事不仁也 因此在摇池会上 京太白金星上奏 欧南天直辖鸾堂 台中重生堂 灵儿重修奉命 开堂铲教 度化迷津 堂中诸儿其心协力 味道弘法 努力不屑 前程又加 母文言心感喜之 特赐指一道 将千百年不屑之机关重地 圆灵园开放 命重生堂著作成书 七始世上修道圆儿 了解其圆灵 在修行路上生长之情形 书名为圆灵园游记 将千百年不屑之 圆灵园机密 禁械与书中 以鼓励修道之众园儿 由济公活佛 带领重生堂 罗尔飞鸾访游园 林园 已驻成万古流传之圣典 并斥令园林园各园口 如是罗尔飞鸾驻书 灵游之处 须开园迎接 协助圣书 不得有违 指导之日 不限时日 玩书脚趾 书成之日 论功行赏 物为母命 亲哉物乎 叩首谢恩 本堂主席文恒圣地登台 圣事 御旨将临 命本堂福神集成皇十里外 请姚池先同五里外接驾 朱子肃静 整齐一荣 神人排斑后驾也 金缺上香太白先翁将 诗曰 圆灵本无教分别 更无肤色来提论 九六皆是慈母化 一上摇皆无教门 圣事 无今夜代指 将堂宣读 神人俯服 亲奉 玉皇大天尊 玄灵高上帝诏曰 镇居灵霄 心怀赤子 观娑婆世界 黄沙弥漫 人伦颠倒 刚常不振 道德日衰 不识大道为何物 却一味地沉沦 在滚滚红尘之中 不由镇心大悲 虽台江地区 劝善之书四处可见 却因赤子弥者众 物者寡 而未能实际达到 劝化之功效 虽有修行者 却因稍欲挫折 更生怨言 因此在瑶池大会上 经慈母特下 一职已道 开放陵园 命由南瞻部州 南天直辖 鸾堂台中重生堂 呈重任著作 此一能使世上修道之事 在其修行路程 中有所进展 于醒悟的 最佳修身宝典 书名为原灵园游记 将灵园千百年 不屑之机密 浸泻于书中 使修道之事 能明白自身之 原灵术 在其修行路中 生长之情形 以资鼓励修道之事 而补天堂 地狱 九阳观之不足 朕在赤子命尔重生堂 著作此一非凡之奇书 赤令济公活佛 带领 罗子飞鸾 由原灵园 观原灵术 生长之情形 并命遥迟先同浮鸾传真 西重生堂诸子 致成效劳 勿辞艰辛 并斥令原灵各原口 如系罗子飞鸾 著书灵游之处 需开源迎接 以协助圣书 不得有为 直到之日 不限时日 玩书脚指 书成之日 论功行赏 勿为证命 亲哉勿乎 叩首谢恩 太上道祖教 旭 自古著书非议 要注意本 既是应时之书更难 而要注意本能流传万事拯救生灵 鼓励万教修士之宝典更是不易 若非有大时机或大功德 时难亲见 燃园陵园游记一书 若非上天此闽不忍见 九六园陵沉沦 若非重生堂之应运而设 若非有林子重修 率领诸子前程孝道 此一天积重地 众生又如何能得之呢 若非罗子飞鸾素有大根源 又如何能得此一机缘 奉旨灵游这千百年来 从不公开的大机关呢 因此书之著作乃费尽神人心血 三槽皆注目 愿我九六园陵 早日寻根 悟赴天心此闽之意 乃无所叛也 三清教主李将密于 南天直辖台中重生堂 弥勒祖师将 旭 夫 执此末法时期 道魔病将之际 上天费尽心思 绞尽脑之 为的也是想度回九六园陵 奈何众生自毕灵台 正邪不分 使得先佛之苦心几乎白费了 幸好台将善地有甚多之圣堂 替天行道 著作了不少劝善之书籍 而重生堂所出之善书 言虽浅白但意义深长 更能达到普化之效果 而重生堂之善明不但远波是语 更想彻云霄 皆因林子重修之领导 诸子效劳于普化众生之圣道中 所得的成果也 然缘陵缘乃是天生最重要机关之一 今慈母特下意志开放 七使世上修士能了解 自身修持之缺失 而能将之改过 然而在此一时期若非重生堂之应运 应时时难承接著作 此部非凡的旷古奇书 吾希望重生堂诸子 更要坚心互道 更盼天下众生 得闻此书 皆能回归本来 更忘无天道诸子拥护此书 大力畅印 广为流传 以度己度人为目标 乃无之所叛也 李天弥勒降比于南天直辖台中重生堂 南宫服幼帝君将 旭 时运遍迁 法一迁 时间劝善之书 无其不有 然而随著时代之变化 著作亦不相同 但不论是否能达到劝化之功效 皆是圣神先佛不愿独居先乡 享受那盘桃美食 更为度回九六元灵替母分忧 而奔波于天地之间辛苦所著作之书集 然自古至今各处圣堂奉旨著作之善书 不计其数 书中之意 字字诸姬 句句两言 只探世人无法探透其中之奥妙 而使先佛之苦心付诸流水 甚为可惜也 如今上天为了让修道之人 更能坚定道心 不至于稍欲挫折或磨炼变生退制 特将圆陵园开放 命而重生堂承接著作 由罗子飞鸾陵 由圆陵园观圆陵树生长之情形 以著成宝典 劝化世人 不但是而重生堂应时 应运之机缘 更是三年多来诸子前程 劝道普化之成果 因此无希望重生堂诸子 更要珍惜此次机缘 更努力效劳于普化之圣道中 替天行道 以报答天心之所赐乃是无所叛也 南天屡纯阳降比于南天直辖台中重生堂 圆陵园是千古步传于人间的机密之地 圆陵树的生长与我们修道与健康息息相关 望大家仔细阅读 无极老母垂次班礼天为一 凡间仅有之无极圆陵园于五庙明正堂 并斥准众生执灾圆陵树 指派一仙照福众生移植之灵树 望大家把握机会种植 种植园灵树 可避意园灵光彩 五神安宁 六脉条和累计六年者 可住及无极正道院 感谢祭公活佛 我们一定要吃素 吃素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 可断除杀业 又有大福报 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 求道的人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紫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把握 一定要住及灵修院与住及弥勒净土 拱衡堂可免费住及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衡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未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点钱 觉得值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虚元堂 一翅拱横堂皆需大家三师互持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亲自护法 资讯可知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